好,那今天就,接下來的一層就是B字龍為我們帶來Snap感報 Snap是一套由Rebuntu所提供的Tour 一個一個環境,也可以這麼理解 就是他會幫你把套件打包成 其他Distribution也可以用的 應該是跨Distribution用的一個 的一個環境 讓你的軟體不會因為Library的問題 導致在這個Distribution用的Distribution不能用 或是更新的就不能用 好,現在就交給彼此來講 感謝大家拒絕午餐的誘惑 然後我繼續在這裡 然後今天來分享的就是 Snap的這個軟體散步的解決方案 以及他的打包 以及使用者跟上游的一個 就是Snap怎麼造成這個新的 新的貢獻的方式之類的 好,那我們以前的自動軟體 使用者跟開發者的關係是什麼 從上游到中端使用者 最早,最源頭開始開發的軟體就是開發者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NUNAX的散步板 的打包者 OA固域者 就是去招 這些上游開發者的 軟體的來源嘛 接下來 打包成他們自己的 散步板的 然後再提供給 軟體使用者去使用 那 以前我們遇到Blog是什麼做的 那 比方說以這個 GUVCView為例 那我們 呃 比方說我之前 裝的GUVCView 它是一個 Webcam的軟體 然後打開之後 它就crunch了 好 那 一般來說 遇到Blog 正規的方式 應該是你要選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Snap 3.5 是無論圖的話 你要選一下 散步板 的Blog Tracker 去回報本 然後 接下來 如果你還有 有心的話 就是RANY上游 如果 上游的版本還可以 重現這個問題的話 最後到上游會有Bug 然後 通常啦 因為 上游版就不是 的 維護者 不是 裝的開發者軟體的 那通常是上游會 如果上游也有Bug的話 上游會先修好 然後 然後 就有那個 換游的修正 你就可以 正規的方式是 就是把那個修正 往下游移植 移植到 Ubuntu的版本 因為 Ubuntu是那個 叫做 Feature Freeze 是功能凍結的 更多內容上的版本 它的 軟體版本 在開發週期 結束的時候 就會 不再 引入上游的 新版本 的軟體這樣子 對 所以你要 針對它的 去移植修正 那 椅子修正之後 那 再把那個 新版本的 package 打包出來 那 你的bug 就有 然後 殘酷的現實 是 那個 通常就是 上游已經修好bug 但是 沒有人包下游移植 然後 然後 下游的 package 就有一支 都有bug 然後 曾老闆 那個 支援的週期結束 你還不可以開始在 對 好 那 有些人就說 那不用內內事啊 然後 我那個 軟體都是開原的 那我就 全部從原罵到 那邊就好嘛 那 因為我們直接用區子結束 那 那萬一就是說 上游的這個版本 新版本的軟體 它沒有 它使用了你的 Ubuntu 那個版本 沒有提供的程式庫 或是沒有提供的程式庫版本 比方說 這邊要編一個叫做 PARGET的軟體 然後 它用到了 那個LiveA這個程式庫 但LiveA它需要 1.203版 那可能你的Ubuntu只有 1.0版之類的 那 你要編的話 可以編 但是你要先從 LiveA的原罵來這邊 把LiveA1.203版編好了之後 暗裝系統很編 然後再裝 再編 Target這個軟體 好 在Configure的 Germany Tango設定的程序 你可以指定 可能可以指定 LiveA的 入境在哪裡 這樣子 那就可以 MAKE 然後再MAKE 那 這樣 如果順利的話 那這樣就可以 做到新的軟體了 那如果 如果說這個新的軟體 又出了新的版本 的話呢 很抱歉 重編 那你可能可以超過第一 那第二 第二 可能新的版本 又有新的 額外的 需要的程式庫 那 再編一次 新的版本 那 你耐嗎 好 那 那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 SIMM是Canonical 就是 Ubuntu背後的那個公司 他 主導開發的一個 軟體 的打包 跟散路的方式 那 他的 優點就是說 他跨很多個 Banonics 最終散路板 那 基本上主流的 Ubuntu Debian 甚至是Fedora 甚至是到 對方這裡 對方這裡 那個的散路板去了 然後都可以裝 對 然後 另外的優勢就是 他不會受到 你的 作業系統散路板 所提供的軟體 版本的影響 因為 Snap 基本上就是 你的軟體的 所有的 依賴程式庫 通常都在一起 通常都在一起 所以說 就不會 就不用在意 你的軟體 都在提供 多舊的軟體 或多新的軟體 那 Snap 他有一個 特性是 他本身是有用 就是 App Armor 的 Lenix的安全機制 就是有做全線線索 然後 基本上 就是 你用擔心說 你的 你裝的某個 App 那個 發運的 SSH 或是 GPG的 私藥 上傳到某個 網路上的伺服器 基本上是很難發生的 對 好 那 那 Snap 的架構 都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說 他最底下就是 一樣 他基本上還是要用 你的 原本的 Lenix上路板的 Lenix追求核心 這個是你原本的 上路板提供的 然後他需要編顧一些 功能的支援 比如說 C Groups 或者是他們之類的 功能 那 那 底下連結有那個 就是他們的 那個 Snaple 的設定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到底需要哪些功能 好 那在上面一層就是 就是 所謂的 5Window Core 那 5Window Core 是 Canonico 進來推的就是 比較特殊的一個 5Window的系統 然後 Snap的軟體 實際上 不是跑在 Canonics做核心上面 而是直接跑在 5Window Core 所以 所有的Snap軟體 都 都是運行在 這個共同基底上面 所以說 他其實 對Snap軟體來說 他實際上 在5Window上面 他用的是 5Window的 Dependency 對 好 然後 5Window Core 現在有16跟48 那這個 基本上 就對應 16.04跟18.04的 長期支援版本 好 那 接下來上面 就是 由 Snap軟體包提供的 就是 你要打包的應用 他依賴的程式過程 跟程式 統統 都在一起 那 那他可以是 避遠的程式 但是 他 要針對 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共同基底的 Ubendow Core 的版本 來 建構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程式過 你可以直接去抓 Ubendow Run 以後提供的程式過 就可以 不用去騙他 那 對 好 那 最上面就是 你要打包的應用 就是 這些 各種的Icon 然後 然後 基本上你不用 不用去在意說 你的 主端的內置三合板 的程式庫是什麼 因為他們都沒用到 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要 全面線索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 對於Flat Pack 就是 Flat Pack 可以編 組境界面 CLA也可以編 但是 我目前了解就是說 你要執行那個 比方說命令 你不然直接打 那個命令名稱 你要打Flat Pack RUN 然後一個很長的 那個 還識別的名稱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 SNAD他其實 就是也支援 你可以直接執行那個命令 命令的名稱 就可以直接執行那個命令 好 甚至是服務 比方說 NGs 或是什麼 Masipo 我可以打到SNAD 然後用服務的方式 他自動開啟的時候 自動執行 好 然後 好 那 那 那SNAD的出現 就是提供了一個 新的 使用者 貢獻上游的一個方式 那 以前就是說 我們要先 什麼 微報給Distro 微報給上游什麼的 那不用 你可以直接 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 那個 幫上流打包 你要裝新的軟體 可以自己打包好之後 就可以 直接執行 然後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呃 你如果之前常 從圓碼邊的軟體的話 那你這樣的做法 不會去弄髒你的系統 它會裝任何奇怪的程式庫版本 到你的那個系統的 程式庫的路徑底下 那 如果是Python的話 還會分我 Python2.7 Python3.6 等等 然後 你可能裝進去之後 你原本系統的其他的程式 就爆掉了 因為程式庫版本不相用的關係 對 好 那 那他提供了一個 新的上游的投片方式 那 你打包好之後 然後 你可以把你的打包的方式 直接 貢獻到上游的 然後 然後 甚至是你可以 就是把你的 Snap包 直接 給上游去維護 那你以後就方便 不是你以後就不用 我起碼就不用重編了 因為上游就幫你做好這件事情 好 然後 呃 然後 他有所謂的Snap商店 就是可以上架你的App 然後 呃 目前是 就是還不支援 就是還不能收費 這樣子 就是你 你如果 軟體要收費的話 你只能在人裡面 直接使作 就是說 就是 收費的機制 就是說 適用嘛 之類的那種東西 對 目前 Snap商店Snap 還不支援 那個 營利的公司 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 上架 專有軟體 然後 沒有什麼 那個 上架能感 就是說 你的軟體 一定要是 Open Source 或者是 用什麼收費 一條可錢 可以上架 對 然後還 然後 再問題還加上那個 群人線說 你使用者可能會比較安心一點 嘛 好 那 那 那對 Snap版 中油來說 那 我是 基本上 因為Snap版 基本上架工了 從中油 就是提供軟體的角色 所以說 那個 好數好像也有很多 但是 對於小中的Snap版來說 就是說 他不會受到 不是我們的 軟體庫 就提供一點點軟體 你只要支援Snap 就有Snap 或者商店上的 一些軟體都會裝 那 那 有興趣 就是打包的話 就是說 這個 Github上 也可以叫做Snapcraft Snapcraft 這個 範本 就是說 你可以從這個 到這個 到這個網站 然後他有一連串的步驟 就是 照著做這樣子 然後 就可以 就是 帶 帶你去 上架一個 Snap 這樣子 然後 好 然後 他們有一個 就是 論壇 他們的論壇 其實 這是我今天 剛剛才抓的截圖 你看他最新的留言 都是幾小時 幾小時前的 對 所以其實 還蠻 蠻多人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 有問題就可以到上面去 發問這樣子 然後 我之前有 就是 打包一個 就是 這是我最早上 打包的一個 Snap 然後 公開到上樓的時候 上樓就是 寄了一封行動說 感謝你的Snap 然後 我現在可以做 終於不再這樣 類似做 視為二等公民 對 好 好 然後 接下來就 Live Demo 好 好 那 就 就開始 然後 然後 大家可能 請一陣子 順便先警告一下 我要講整隻的東西了 所以說 就是 可能 腳明一段以前的 可以先離開 好 那 少了一下 好 那 沒有問題 那 還好 還好 都現了 好 好 那個 沒關係 好 那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 可能叫做 台灣共識 就是 有各種 奇怪的 那個 程式語言 然後寫什麼 那個 如果是 一國一制的話 就說 台灣不是成中國 一國兩制的話 就說 看看那個 看看香港 然後 然後 兩國兩制 他就說 台灣共識這樣子 然後 這是 Handos 的 奇怪的 版本 那 我們就來 實際上做一個 然後 稍等一下 我這邊看一下 下 叫做 那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就是說 你做什麼 作業什麼 等 甚至可以 把你的作業 那個 打號上指南部 上架 然後你可以跟老實說 誒 我把我的 那個 東西 上架到 摩摩商店 說不定還可以加快 因為他的上架 真的很低 對 好這邊 快速的就講一下 稍等一下 那 附帶一提 這個是 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 MG Designer 那個 那個 那個系統 然後 然後 我才剛從 老實說 我才剛從 還原給 還原回去 那個 這個系統 好 那 首先先建議 那個 專案 然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什麼東西 那 我有一個 showscript 然後 這個showscript 這樣子 這樣子 基本上 遊戲會小數應該 可以看種子 什麼東西 很簡單 就是 搜兩個參數 然後 如果第一個參數 是1的話 就寫什麼 第二個參數是什麼 然後 就 這段 很短的小數 然後 接下來就可以 寫那個 寫一個 Snap 打包的事物 然後 稍微想 那 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所以說 那 他大概講這樣子 那 基本上就是 一些 上面是Meta Data 然後 底下就是 怎麼去打包這個Snap 那 還有很多的 那個 針對軟體建構系統 做的支援 就是什麼 CMAC AutoTorce 的支援的 Plugin 那這邊就是用最簡單的 Plugin 就是 把靠進去 對 對 把文貼的角度 靠到 辦公路底下 然後 最後是 Apps 這個 就是指定說 Snap的 裡面的哪些程式 要 揭露到 揭露給使用者 好 這邊就有一個 透明的名稱 然後 很簡單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 接下來 就是 A.S的 執行 SnapCraft 是他們的 官方的 打包的工具 然後 因為我是用 LessD 所以說 再加一個 U 再加一個 SnapCraft 他預設支援 另外就是 Linux 跟那個 跟MacOS 那 Windows就 比較抱歉一點 等那個 Batch on Windows 蓋換 他們應該 應該可以 執行一個 然後 他們預設的訂閱方式 是有透過一個叫做 Multipath 這個軟體 那是 那Canonical 另外一個 一個產品 就是他們會自動發起一個 就是 很方便的發起一個 Ubuntu的 H民機器 這樣子 幫你做 做開發 對 看 為什麼 沒事 那我剛剛 你也把那個 清掉 就是說 剛剛 編過的 建構廠 那 開始編了 那就 因為我 那時候 在私底融機的話 其實他在發行更融機 然後 做一些出實話 然後 好 我跑過了耶 糟糕 呃 可以一下嗎 再來一次 證明 這不是 沒有 沒有作弊這樣子 ep 等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他預測會盡量跳過這樣子 就不會浪費很多時間 然後再變這個過程就是 稍微等一下 這個就是 這個是 他的容器也是Ubuntu 就是看你 針對哪一個Ubuntu的 去監控 就是16跟18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這樣應該是發起一個 18.04的容器 就看到半樣那個 那打完好之後呢就可以 再一次 再一次 那 那 因為 你這個 Hackage是 本地裝的 所以說 那個 要再加上 這個 就是他 商店上的是有 簽名的 這樣子 再一次 好 裝完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自信了 他會直接插入到你的 你的 系統的 命令的搜尋路徑裡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 一國兩制 然後 一國兩制 然後 一國兩制 沒有這種東西 看看很像這樣 然後 兩國兩制 好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 再照過一些步驟 直接上傳 就是 推到那個商店 那當然這個 名稱也要先 註冊 我這邊已經註冊過了 所以說 那 註冊完之後 已經在 已經上架了 甚至可以直接 在那個 上面直接搜尋到 這個東西 然後你可以選擇 把 安裝它 好 那 那 這邊可以 找一下 好 那我們這一次就分享到這邊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你只是刷藥 呵呵呵 好 所以 實在有可能的話 他還是個 18.00是比較多對不對 呃 你的意思是 主端的系統 是18.00是比較好嗎 我們用不斷 用戶短的 呃 基本上是 因為 呃 新版的 就是 以突新界面程式為例 就是說 新版的GDK 他可能會支援 就是對 對 Snapp跟Flap Pack 比較友善的 的那個 功能 比方說Portal 因為 全線是線索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直接去 Snapp的應用 沒有辦法直接去存取一些資源 比方說 那個 不要說 我想要打開一個 TNP底下的 五個圖片 那 就Snapp來說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也可能幾乎 是 但是透過比較新版的GDK 他可能就有支援Portal 那他就可以用某種 就是 間接的方式 讓那個 Snapp的應用 可以去 任意 錄製的展示 對 那 但是 這個功能其實 就算現在的 18.04的 GDK 也不支援 可能他要等 非常 很多年之後 就是 哪三年之後 可能才就有 比較好相應性這樣子 好 行囉 就 沒有遇過 就是在 用Snapp之前 例如那個 或者是 Snapp之後 那個輸入法 是 好 那我這邊出名一下 那 就是跟剛剛的問題一樣 那就是 還是有一些 會受到 就是 程式庫的支援的 關係的影響 會比較 就是 可惜一點 目前 目前 Snapp支援的 輸入法框架 有 Cytix 跟 SITX 跟 Ibus 然後其他就做抱歉 然後就算是 Cytix 跟Ibus 抱歉 你那個支援 要打包的人 有抱進去 才支援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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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支援的 相容性 也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說 這個 這方面是 還需要在 改進的地方 對 好 歡迎 歡迎 Snapp 到這個 中間的 是 那 Snapp的 基本上是由 SnappD這個軟體 來支援 那如果你有寫 那 非常歡迎 你們去 共建 SnappD的開發 對不對 然後 Snapp5 記得當時 那個 Python 所以你 是Python控的話 也歡迎 就是 可以中間 一下 有一個 請問的話 就是 新手真的是 腦牌清楚 是 就是說 有人指控說 Snapp 他的一些做法 違背了開放電視 啊 社群的一些精神 這個事情 跟進來的情況 嗯 這 我覺得 最大的 那個 有幾個最大 爭議的地方 是 Snapp他是 強制更新 就是說 阿 你基本上 很難去說 我Snapp就只能用 只用這個版本 不要更新這樣子 他每天會 更新四次 就每六個小時 有新版本 他就會自動 更新上去 這樣子 他是 沒有經過你的同意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 比較大指引 是那個 Snapp的商店 就是目前 是Paintonico 就是 營運的 然後你不能指定說 我想要用 自己架一個商店 然後 大家可以直接 把我的商店 架進去就可以用了 不能像 APG一樣 加別的 軟體來源 那目前就是 可以用Snapp Snapp Paintonico提供的 商店這樣子 對 然後 如果你想要架商店 也是可以 但是這是商業 就是 比較像商業的合作 這樣子 就是你要給錢 就是 就是某個製造商 可能要有自己的 brand store 然後可以去跟 Cantonico 但是目前是沒有開放 就是說 你想要建一個商店 你把建起來 就是說 你老闆訓練 經過 Kantonico 就像 這樣子的 基本上是 所以是跟自己架 你沒辦法 基本上是 如果我在 APG的話 我就可以經過 任何人的 自己加一個 Archive 然後就只叫別人去 加贊 學費安裝 但目前 就是 你只能商量到 Snap 所以 這個的話 就可以玩 ABS 再做一個事情 是 然後 另外一個爭議就是 為什麼 不用 Flapag 好 剛剛有提到 Fnap跟 Flapag 其實也有支援不同的 情境 比如說 Snap 對命令的形式 就有 然後它可以奪 服務之類的 就是 我是覺得說 就是 呃 你的需求不一樣 所以 你沒有辦法想說 說兩個 你要一起去做 一件事情 對 我覺得這在 製作軟體上面 是不太分別的這樣 DESNAP 可以搭搭衣服嗎 你就可以有這個提權 那基本上 但是 DESNAP跟 Flapag 其實有用很多 共用的 底下的技術 是有共用的 這樣子 所以說 就是 能夠合作的 合作的 那就 你也不能 就是 你一定要跟它 一直在一起之類的 我覺得也不太對 所以總體來說 你覺得 你還算可以接受 還是說 就是 雖然買一旦 你接受來說 你覺得 有點不合理 我是覺得 還可以接受 要不然我 為什麼還去大道餐 好 那 附帶一提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簡報 會丟到我們的 之後會放兩節 會放到 slide share上面 然後 其實這個簡報 原本是去年的 Costco的 想念秀 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呵呵呵 其實那個時候 剛好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就想 改個神電都出來 只是那個時候 真的有爆了 但是這樣的時候 畫面出不來 呵呵呵 好 那感謝今天大家 過來 聽我的分享 謝謝各位